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时尚餐桌美学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时尚时光 满想每一口的美学 二 餐桌上的艺术画布 食物的色彩绘画 三 璀璨珍珠 珍珠餐剧中的优雅晚宴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时尚时光 满想每一口的美学 当然 时尚时光 这个词汇听起来就像是 某个米奇林星级餐厅的菜单标题 或者是一本关于如何优雅享用下午茶的指南 但实际上 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将饮食艺术与日常生活巧妙融合的方式 想象一下 你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小黑裙 或是一套鼻挺的西装 坐在一家装潢雅致的餐厅里 在你面前 摆放着一盘色彩斑斓 造型精致的料理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 时尚时光 就是要你放慢脚步 用心去感受这美口的美学 有趣的是 这种漫想美食的概念并不新鲜 回想一下 我们的祖先在狩猎和采集时 每一顿饭都是对大自然的感恩 他们细嚼慢咽 品味着每一口的滋味 而今天 我们用时尚时光来提醒自己 即使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也要保持这份对食物的敬畏和欣赏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18世纪的法国 有一位名叫布里亚 萨瓦林的美食家 他对食物的热爱 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他不仅会为了一顿饭 跨越半个法国 还会为了品尝完美的烤鸡 而举办盛大的宴会 他的餐桌上 总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 每一道菜都是精心挑选和制作的 他的生活方式 无疑是时尚时光的一个早期例子 现代的时尚时光 不仅仅是关于食物本身 还包括了餐具的选择 餐桌的布置 甚至是用餐时的谈吐和举止 它是一种全方位的审美体验 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一丝宁静和享受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餐桌前 不妨放下手机 忘掉工作的烦恼 慢慢品尝眼前的美食 记住 时尚时光不仅仅是吃 它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庆祝 就像时尚界的一条永恒定律 不管趋势如何变化 品味永远不会过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餐桌上的艺术画布 实物的色彩绘画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带您领略一下餐桌上的艺术盛宴 想象一下 您坐在一家精致的餐厅里 面前是一张洁拜的桌布 这不仅仅是一张桌布 这是艺术家们 即将在旗上挥洒色彩的画布 服务员就像是一位熟练的画家 他们端着盘子 小心翼翼地 将这些色彩斑斓的作品 呈现在您面前 首先让我们从色彩学的角度来看食物 色彩不仅能影响我们的食欲 还能激发情感和回忆 红色通常会让人联想到成熟的水果 如草莓和西红柿 它能激发食欲和激情 而绿色则让人想到新鲜的蔬菜 它传递出健康和清新的信息 黄色则常常让人联想到温暖的阳光 和愉快的心情 比如玉米和柠檬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色彩 是如何在餐桌上被巧妙地运用的 想象一下一盘色彩丰富的沙拉 鲜艳的番茄 翠绿的生菜 金黄的玉米粒 还有紫色的洋葱圈 这不就像是饭糕的心叶一样 将色彩的魔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吗 或者想象一下一块精心装饰的甜点 上面有粉红色的草莓 深蓝的蓝莓和洁白的奶油 这不仅是一块甜点 这简直是达底的梦境 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 甜蜜与奇幻的交织 但是 食物的色彩 不仅仅是为了取悦眼球 在历史上 色彩还曾被用来掩饰食物的不足 在中世纪 当食物不够新鲜时 厨师们会用各种色素 来掩盖食物的真实颜色 以此来欺骗贵族们的味蕾 幸运的是 现在我们更注重食物的新鲜和天然 而不是用化学颜料来装点门面 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 食物的色彩 还能反映出不同文化的特色 比如在印度 鲜艳的咖喱和香料 不仅让人垂涎三尺 还能让人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 而在日本 精致的寿司 则是色彩与味道的和谐统一 每一件作品 都像是一幅精巧的迷你画 所以 下次当您坐在餐桌前时 不妨花一点时间 欣赏一下这些色彩斑斓的食物 它们不仅能满足您的味蕾 还能给您带来一场视觉和心灵的盛宴 记住 每一道菜都是一幅画 每一顿饭都是一场艺术展览 好了 现在请放下手机 拿起餐具 让我们开始这场艺术之旅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璀璨珍珠 珍珠餐具中的优雅晚宴 各位尊敬的时刻 历史爱好者 以及对优雅生活方式 有着无尽追求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闪耀着光泽 散发着历史韵味的话题 珍珠餐具中的优雅晚宴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珍珠餐具盛行的年代 想象一下 你正身处一个灯光柔和 月升悠扬的宴会厅 四周摆满了用珍珠母贝精心制作的餐具 这不是你平常在快餐店看到的那种塑料刀叉 而是真正的艺术品 每一件餐具都是手工打磨 上面的光泽不是来自于某种化学涂层 而是经过无数次的抛光 才使得珍珠母贝的天然美丽得以展现 在这样的晚宴上 每个动作都讲究着一种叫做优雅的艺术 比如 用珍珠餐刀轻轻切割着烤牛排 那是一种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 而当你用香有珍珠母贝的叉子 叉起一块鲜嫩的三文鱼时 你几乎能听到那些古老的贵族 在耳边低语 慢一点 品味每一口的滋味 但是 别以为拥有珍珠餐具 就能立刻变成贵族 据说 在18世纪的法国 有位新晋贵族在一次晚宴上 因为不懂得 如何正确使用珍珠餐具 结果 用汤匙去切肉 用餐刀去喝汤 场面一度 十分尴尬 这位贵族后来被称为汤匙男爵 提醒着后来的人们 珍珠餐具虽好 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使用它们 当然 珍珠餐具 不仅仅是用来吃饭的工具 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品味的象征 在某些特殊的场合 珍珠餐具 甚至比食物本身更能吸引人们的目光 想象一下 当一位女士在晚宴上优雅地拿起那把 镶嵌着珍珠的刀子 她的手腕轻轻一转 那刀子上的光泽 仿佛在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关于海洋 探险和奢华的故事 在今天 虽然珍珠餐具 不再像过去那样普遍 但它们 依然是收藏家和古董爱好者心中的宝贝 每当我们在博物馆 或者古董市场上 看到这些璀璨的真品时 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象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们是否 也能参加一场用珍珠餐具举办的优雅晚宴 体验一番那个时代的风采呢 最后 如果你有幸拥有一套珍珠餐具 记得在使用它们的时候 要像对待一位贵妇人一样 温柔和尊重 因为你手中的不仅仅是一件餐具 而是历史的一部分 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和公益的传承 而当你在它们的陪伴下享受晚餐时 你也成为了这段历史的一部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时尚时光 食物的色彩绘画和珍珠餐具中的优雅晚宴 这三个有趣的话题 通过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饮食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庆祝 时尚时光让我们放慢脚步 用心去感受每一口的美学 食物的色彩绘画 让我们在餐桌上 欣赏到一场视觉和心灵的盛宴 而珍珠餐具中的优雅晚宴 则让我们体验到历史的韵味和身份的象征 通过这些话题 我们可以看到 饮食是如何与生活 文化和艺术相互交融的 它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更是一种对美的追求和庆祝 所以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放下手机 放慢脚步 用心去品味每一道菜 每一口美食 因为美食不仅能满足我们的味蕾 还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充实 最后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参议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时尚时光 食物的色彩绘画 或者珍珠餐具中的优雅晚宴 你们有什么样的见解和体验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让我们一起探讨 这个美妙而有趣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